啊 这就是接我们的吗 大家好 我是芳芳 我来猪州参加可以节了 没错 这个回头的小帅就是我 他刚从和解号CRH380A1统型动车所上下来 接待他的同学也非常热情 顶住他 湖南是湿冷 最好带上一件小名号 所以 他就是全场唯一一名名药玩家了 是的 哥们儿主导的就是停泉 这边商量 要不就住在香江滨的西尔多 中央轻车熟路这件事 他还是比较轻轻熟路的 楼下还有猪州唯一一家茶颜月色 也就是在这里 他遇到了另外三个奇怪的男人 这个感觉 你知道吧 四个网络熟人 现象全是恐 不过都公款铭记了 还是得感谢湖南共青团 感谢中车猪州的所 无论如何 明天的开幕式 算是有人陪了 比起昨天的英语绵绵 这第二天 似乎也没啥改变 Came是全程可以总结为一句话 尖子上的内卷现场 作用那种感觉 怎么说呢 上课也知道吧 对 小掌和丁克 他是懂坐不住的 装工作人员 打扰别的同学 就像之前说的 装懂这件事 他也是比较懂的 就比如 人工智能 中车正是要在人工智能上发力了 所以 希望我们以后能够用到那种本体化极强的AI 我也是才知道 中车竟然在半导体领域也有着一席之地 是的 整个产项都参观了 但 能理解 过于先进 不便展示吗 也能理解 态度也很重要吗 不说空话各位 开放 包容 是我对猪猪这一天形成下来的感觉 领队同学和随行司机师傅 一直提起的那个幸福感 则是我第三个关键词 确实 房子均价六七千 再不幸福就真不礼貌了各位 要知道某西北城市的东郊 都郊出去的区域还一万一二呢 所以 猪猪简直太棒了 同样棒的还有中车猪猪所 他们一个国企 别的不说 就单单从开设B站账号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他们确实是在为吸引年轻人才 而做着努力 猪猪是作为制造名城 从企业到城市 都在为这一统一目标 而相动着 能把青年工作 为爱发电 整活 这些住得很远的词 放到同一段发言稿里 也是说难得 可他们玩的又不一样 他们整的都是那些大活 智慧城市 所以 我为了学习这些整活的高级玩法 在猪猪同学的引荐下 去找了 这日以来 长沙一次一步 就是冲刺的资产 从里头一一步开门 现在 这个走法 已经发现了 完成了 磁悬浮列车 在宫中事业地的存在感 并不太假 而长沙磁府 则是全国为数不多 在运营的磁府巷路了 当然 除了磁府 还有长沙地铁二 三四 以及西环线在内的众多巷路的信号系统 都是来自于 湖南中车时代 通信信号有限公司 那些高级玩家 就住在这里面 中车通号之前 一直都是在干线铁楼上做文章 作为智慧城市的一部分 160公里的长沙磁府 也相当牛肉 相较于地铁 磁府造价低 噪音小 转弯半径小 速度快 审批简单 就特别适合兰州太远 这种比较兰州太远的城市 但是我自身作为乘客 最直接的感受 还是安静 欢迎乘坐 长沙磁府列车 本次列车 开往磁府高铁车 缺点当然也会有 谁家好吃没缺点啊 运量 就是它最大的缺点 所以磁府 就比较适合那些有运量需求 但不高 而且没有机油铁路的地区 所以长沙边上的名乡 刘洋 诶 懂吧 回到长沙 中车通号也准备用它们的明星产品TES 来整个巨火 地铁大家都知道吧 一种在地下运行为主的列车 大多数都是六编组 也就是六节车厢 地铁的支枪数量固定 但是客流量不固定啊 不同车站 不同时间的客流量都不一样 像平时 早晚高峰就可以通过增开车次 速度发个间隔 来缓解客流 但试想 如果一条线路共穿整座城市 既有市区部分 又有郊区部分 中间的市区客流大 两边的郊区客流小 中间市区部分的客流是缓解的 但两头人少啊 地铁就拉着空车厢六腿呗 所以针对这种客流时空分布不均的情况 各部门也是想尽的办法 到目前为止 主流的做法是 分段和长短交路 先路市区段和郊区段 是独立运行的两段 市区列车多 郊区列车少 这样安排的话 市区部分的客流缓解了 郊区部分的浪费也避免了 而另外一种就是长短交路 说白了 就是列车在人少的站 都不停车 经常就是我还没到站的 人车先下班了 当然了 人家列车广播和信息评都一直有说 只是我没有看到而已 这两种汽车都挺好的 但都有个致命缺点 把偏远车站的乘客不当劈跑 当车时间自然会变成很多 这就不是地铁站了 这叫后车大厅 所以中车动号来了 他们要玩的高级的 就是虚拟编组 地铁列车一般不都六节 而他们计划的是三节 最重要的点是 三编组之间可以实现虚拟量挂 就相当于两个三编组随时可以组合在一起 变成六编组走 人少就三编组 人多就六编组 怎么理解呢 我用这个公交车模型来代替 这一节公交车就是一个三编组的地铁列车 列车始发就三编组走 因为前面人少 这三编组我们就叫它A 当A走到桌子的这一站时 客流就变多了 它停车之后 提前在次线上等待的另外一个三编组 我们叫它B 这个B就会紧跟着开键站 跟前面这个A进行虚拟量挂 一A一B一共六节 就会继续下面的行程 反正回来到这一站之后 这B就自动撤了 提前告知乘客 想要继续坐下去的话 就要到A那边去 B就会自动开会测线 继续等待了 如果A回头再回到这个第十一站的时候 人不多 那么这个B就没有必要出来了 它就可以继续等着 B出现在哪站 出现多少 全都是这些B们自己分析 自己安排的 这套TES系统 就是当于是让列车运用了自主意识 以前都是困制中心指挥 列车服从命令 就算是无人驾驶 也是这么个逻辑 而现在则是纯自主思考 列车早上自己上班 自己安排工作 晚上自己回车库 自己检查 自己维修 甚至 这些地铁列车们 还可以实现相互对话 其他列车的位置 速度 状态 相互都可以指向 所以后车就可以根据情况 一直跟前车保持一定距离 这也就是刚刚那 虚拟编组的自信来源 它们没有硬连接 甚至都没有挨在一起 中间是有一定距离的 北京交通大学 轨道交通越线控制系统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一篇论文 就给出了标准 两项链单位列车 也就是咱的A和B 站台停车间距 必须小于6米 行驶中最大跟车距离 小于60米 编组行程 解除的时间 都必须小于3秒 而连挂位置和解编位置 无限制 理论上 这些拥有自主意识的列车们 还可以用在歪线线路上 列车开出站之后 自动解编 一组向左 一组向右 或者玩更狠的 A B C D 一共四个三边组 12节车一起运行 近站前分开 AB6节去左边站台 CD6节去右边站台 同时长江旅客 完了出站之后 再重新编上 缓解大客流 必备技能 这种两侧都是同一方向的站台 我在长沙还真的遇到了 所以 这就是中车通号 接下来要整的活 又科幻 又硬核 作为平均年龄最小的中车单位 敢想敢做 这就是他们创造幸福感的方式 敢于去重新定义行业规则 敢于去创造自己心中的智慧城市 最后 感谢活能共青团 和中车诸州所的邀请 才可以让我有机会 看到如此青春的诸州所 感受如此有活力的长周团 好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还行 快请三连 帮着巨岛 就绝了 拜拜 我在考虑要不要 大家当背景音吗 很好听 等咱到成都再用吧 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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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